流线型车身散发未来科技感 电动车大厂Lucy Motors计下特斯拉 获得沙烏地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 总金额10亿美金 约台币308亿 特斯拉随时连连不但被竞争对手逼下去 新车Model 3经历生产地狱之后 现在又面临交车地狱 马斯克推文回应物流问题很好处理 还挂保证很快就能顺利送货 但无漏偏逢连夜雨 马斯克先前为了协助受困洞穴的泰国足球队员 杠上英国潜水员 如今吃上诽谤官司 马斯克在推特疯狂开炮 脱续行进一箩筐 恐怕害每辆Model 3损失6000美元收益 又供应商担心拿不到钱 马斯克的管理风格让不少高层请辞 投资人担心特斯拉再不调整营运模式 只怕再也看不到对手的车尾灯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